大家好,咱们继续上一节课的内容 关于Controller的这个基础操作 那么我们讲在这个左上角的地方 Controller可以显示脚本的一个基本信息 显示咱们的并发用户的数量和负载生存器所在的机器 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这一个左上角的部分 可以同时指定多个脚本一起运行 用Controller一起来运行不同的脚本 那么这个指定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边要么右键选择add group增加一个group 那么每一个group对应的其实就是一个脚本 或者是直接在这边 我们在这个script pass底下 直接浏览到某一个脚本 如果这边没有,继续浏览到别的位置去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家是添加另外一个脚本进来 那这样呢,又会形成一个新的group 那么正因为Controller它提供了对多脚本的同时运行的这么一个支持 那么也就导致了呢,在我们左下角的这一部分呢 这个schedule by有两个类型 第一个叫scenario,第二个叫group 这两个类型对应的什么意思 如果选择的是scenario 那么scenario的这个场景的设置 只需要设置一次 那么针对所有的脚本有效 比方说这边 这两个脚本 它们都会使用同样的一个运行场景 如果是我们的场景的这个schedule by选择的是group 选择是一组为这个单位 那么这边每一个对应的group 每一个对应的group 它们呢,有自己单独的这个场景 是因为它支持多脚本 所以呢,才有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一个选项 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 比方说选择scenario 我这个脚本设置的是 每15秒增加5个用户吧 一共是100个用户 这边90个,这边10个 那么 这个脚本对应的同样还是这样一个场景 只不过呢 它只有10个用户 这边90个 它们100个用户同时往上走 那么其中有10个用户呢 是来运行这个脚本 有90个用户呢 是来运行这个脚本 总用户数是100 同时这100个用户的场景是同样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脚本 共用同样的一个场景设置 用户的策略也是共用的 都是共用的 这是scenario这种情况 而group的话呢 相当于就是按group进行了分类 各做各的 两者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依赖关系 比方说我现在对这个脚本 我设置的虚拟用户数是20个 那我直接修改 对这个呢 我脚本我虚拟用户数呢 我可以给它设成 在这啊 我可以给它设成50个 好都没有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边有两个图形 那每一个图形对应的呢 就是某一个脚本 不同的一个场景 这边 20个 运行5分钟 我比方说改的 改成8分钟 好 我们看到 那么这个场景呢 是这一条 这边呢 是这一条 那这一条 我让它呢 每15秒钟增加10个用户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 各自是完全独立的 独立的去设置它 这个呢 当然更加好 控制一点啊 更可控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需要 同时运行多个脚本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 group的这种模式 你各自独立的去控制 无非就相当于呢 这个 controller里边呢 它用同样的负载生成器 做同样的一个 这个并发的操作 只是用了一下 controller这个控制器而已 至于运行的脚本 和每个脚本对应的场景 那么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controller不会把他们混为一坦 如果说 你选择两个脚本 又选择scenario 那其实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太多意义 那你就在这里边 同一个脚本里边去运行就可以了 你 这个用户90个 这个用户10个 那你就单独把他们分开运行嘛 混在一起反而会出问题 所以啊 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我们能夺得更准确的性能测试结果 不建议大家同时去运行多个脚本 我再次强调 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 除非你能够非常 这个完全的去能够掌控 这里边所有的这些细节 否则你一次就运行了20的去运行一个脚本就行了 为什么非得两个脚本 没有实在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必要 除非是说你真的很想做一个混合的场景 我呢这个里边实现90个用户在做登录 有10个用户在发体 有90个用户登录 有10个用户在发体 实在需要这样去做 那么既然工具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我们讲肯定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我们这个90个和这个10个 用户登录有90个 发体的只有10个 这是否是真实的场景呢 不见得 真实的场景有可能是这些用户呢 都会去做登录都会去做发体 只不过先和顺序不一样而已 我们很难精确的知道 一定有90个用户 或者说按这种比例 按这种比例关系 再发体 再登录有10个呢 再发体 这种场景测出来的意义何在 这是我们要去想明白的 想明白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 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和方案 去在这边的场景设计的时候 考虑一些符合的场景 OK 主要是搞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 并不是说一定不能用 只是建议大家 刚开始做的时候 尽量少去染 这种比较复杂的一种场景设计 那么继续往下看 咱们呢 这个schedule 有两种 咱们的区别也了解了 在下边 round mode 每一个类型底下也对应着两种 第一种呢 叫做real world schedule 那么这个real world schedule呢 其实就是 让我们能够更加真实的模拟 真实世界的情况 比如说更加能够模拟出来真实的性能测试运行的场景 它怎么来模拟真实呢 比方说 我们现在默认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拱形的这么一个场景 用户数慢慢的增加 很符合常理 不可能一个系统所有的用户都是一起增加的 那是我们讲的门型的 不可能存在那种情况 用户一定是 有一些先到 有一些后到 所以这是符合的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做性能测试呢 把这个过程啊 这根线叫做ramp up 那同样的 把右边这根线 就是慢慢的释放用户 让用户慢慢的减少的这一根线叫做ramp down 那么ramp呢 是指梯子的这么一个意思 ramp up就是往上 ramp down呢 就是梯子慢慢的往下 其实就跟我们看到 很形象啊 这就是一个一个体子 ramp up 向上的过程和ramp down 向下的过程 那么 这样的场景设计啊 ramp up ramp down 它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些功能的 比方说啊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后边我们再做详细的分析 又随着用户数慢慢的增加 我监控到一些指标以后 我就可以考察 当我的用户慢慢增加的时候 我的这个 相应对应的指标 它的一个变化趋势 我可以通过这样一条线 获取到的数据 来分析出来 同样的 我也可以看到 当我用户慢慢的增加的时候 哪些指标增加的频率 是跟它相当的 哪些指标的增加的频率 是慢于它的 哪些指标的增加频率 是高于它的 我们就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展示出来的 数据的一个结果 那么跟它持平的 那相当于呢 跟它的这个用户数 的关联程度很高 用户越多 它的指标就越高 相当于关联程度很高 那么跟它 这个增加的数率 要低 意味着呢 这个用户数的增加 对这个指标来说 没那么敏感 比方说我们假设在 这边有一条 获取到某一个指标的线 用户往上增加 虽然是很快 但是它呢增加的很慢 甚至没什么变化 所以两者之间 没有什么影响关联关系 还有一种呢 用户增加的越多 然后呢 某一个指标啊 看着我主标 鼠标的一个轨迹 它增加的更多 那也就是说呢 随着用户数的增加 它的这个变化趋势呢 它也非常的敏感 影响很高 这是我们通过 RAM UP这个过程 可以获取到的 很多有用的数据 所以一方面 我们要模拟真实的场景 要去评估相对应的 一些指标的变化趋势 更重要的呢 我们也能够通过 RAM UP这一条线 在这个过程 在运行的几分钟的 这个时间里边 收集到的这些数据 我们能够对性能的情况呢 有一个更加完善 完整的这么一个掌握 对这些数据 与之相对应的 RAM UP也是一样 随着我用户数的减少 我要去看 这些指标的一个 变化趋势怎么样 是不是有些指标 减少的相当 有些指标减少的很快 有些指标呢 用户减少了 已经完了 他这指标呢 还没什么变化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结论 同时呢 也是为了能够 模拟场景啊 模拟真实的情况 用户数不可能 一下就没了 一定就慢慢的消失 这样呢 其实其实已经算是 一种相对来说 比较真实的场景 但还不够符合 真实世界的情况 为什么 比方说我们的一个系统 有可能它是 假设从零点开始 它的访问量很低 假设比方说 中国的某一个系统 然后呢 到大家上午来上班了 或者起床了以后 有一段时间 比方说很多人 坐公交车的人 他可能呢 要会访问这个系统 因为他有这个时间 那这个时候 系统的用户数呢 就会往上增加 刚开始频频的 往上增加 那么 到大家都去上班了 这段时间 用户数呢 有可能又会降低 到中午的时候 又会增加 到下午上上班了 又会降低 到晚上了以后 又可能增加的更多 慢慢的降低 它是一种变化的 一直在变化的 这样一种曲线 不可能像我们 这种场景一样 上去一下 运行一会儿下来 所以 要我们怎么样 模拟出来 这种情况呢 那么就是使用 Real World Schedule 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到 这边有个空白的行 再继续在这个 空白的行上面双进 用户数 我们可以停止 我们还可以 停到一定程度 我们可以继续再上增加 比方说这边 并发了100个 我停止 是不是一定要停100个呢 这都默认是 Stop all 100个全部停止 不用啊 我可以停60个 减少60个 然后呢 又减少完60个以后呢 它这个系统又持续到 运行 假设我们让它运行三分钟 这边都是可以修改的 运行三分钟以后 就比方说啊 在这边呢 我们讲它是属于晚上啊 这边呢 晚上持续运行的时间 慢慢的大家睡觉了 对吧 用户数在下降 好 到一定程度 到了这个 我们也不说早上了 比方说就是到公交车的时候 用户数又多了 怎么办 慢慢的有60个用户 但是大家的已经起床了 已经准备去上班 坐公交车了 用户数访问链又上去了 那我们呢 继续就让它上去 Start Viewer Start多少个 在这边可以说啊 这个下落框里边 也是可以说的 比方说让它上去 成200个 它又上去了 这个有点难看 我们改一下 改成 80个好了 那同时上升吗 不 我们还是让它慢慢的上升 80个 每一分钟增加四个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持续了一段时间 假设四分钟 Duration啊 这边选择 大家已经到公司了 开始上班了 用户数呢 又下降 那你们就Stop Viewer 下降是不是到结束 可能没有结束 下降到30个 我就随便一个数字 下降了 100个吧 30个太少了 这看着下降了 到了中午又上升 到了晚上继续上升 OK 就这样一种趋势啊 我不再继续往下画了 这种呢 咱们就可以通过 Real World Schedule 这种方式来模拟出来 这种波动的趋势 用户数量慢慢的增加 什么时候增加 那我们这边 给大家演示的呢 纯粹只是说 这个工具的这一点 功能是怎么用的 那至于我们 难度在哪里呢 难度就在于 我们真实的 在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画一个什么样的 这种场景的图 才是合适的 才是有价值的 这个就是很考验 我们的一个数据 分析收集能力 和基本功劳 所以这个Real World Schedule 虽然功能很强大 但是呢 它让我们真正在 实施性能测试的时候 会变得非常的麻烦 如果针对一些 有历史数据的 一些这个系统呢 我们倒还好 可以看到每天的 一个访问的变化情况 所有的现在这些网站 统计分析工具 都可以给我们提供这种 用户访问的一个 时间段的分析数据 但是如果是一个 新上线的系统嘛 根本没有任何历史记录 没有任何运营数据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画一个什么样的图 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想出来的 都不见得适合你的 这些东西就是 我经常给大家讲的 工具能交给我们的 很简单 其实我相信一操作就会 但是这能解决我们多少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合理的数据 没有合理的场景设计 这个东西弄出来 有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反而还帮了倒忙 就是这样 所以啊 千万不要太过的去 只是说会用这个工具而已 或者说这个功能而已 那么real world它是这样啊 可以帮助我们设计一些 复杂的一个用户变化 这样一种场景 那么另外一种类型 叫basic schedule 那就是基础的 那基础的呢 它就只能给我们提供 要么是门型 要么是拱型 比方说我开始 所有的虚拟用户 然后呢 直线上升 十个 这是拱型 那么持续运行多长时间 默认的话呢 是运行一次啊 run until completion 运行结束就不运行了 还有运行多少时间啊 我们当然讲 真实做的时候都是靠时间来的 设计它到底运行多少次的 运行到十分钟就结束就行了 还有一种叫run indefinitely ,一直运行啊 一直运行不结束 直到我们手工去结束它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stop stop呢 是直线下降 还是呢rem down的过程慢慢的下降 这都是我们可以直接指定的 然后呢 没了 这就是basic schedule 事实上 以前的老的版本的roerunner 也没有real world schedule 这种方式啊 就是一个basic schedule 最基础的 它给我们提供的 就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 这是拱型的场景 或者说呢 咱们 一起增加 然后呢 再一起结束 没有realm up realm down的这个过程 一个门型的场景 那我们讲 门型的场景呢 没有办法模拟真实场景 它最多只能用来做 并化测试或者压力测试 不考虑真实场景的这种测试类型 可以用门型场景 如果是其他的测试类型 建议大家啊 一定避免使用门型场景 而使用拱型模拟 更真实的一个用户 使用的情况 好 那么这是real world schedule group的来说呢 real world schedule 两个功能一样 只不过group scenario的区别而已 下边两个类型呢 都是一样的啊 一个是针对 很复杂的这种场景局限 一个呢 就是简单的拱型 或者门型 OK 这是关于controller 右边的这一部分 它的一个场景的 一个基本的设置 难点不在于这个操作 其实大家会发现操作并不难 很好理解的 难点在于什么 在于我到底并发多少用户 是合理的 这63个是合理的吗 不知道 那到底是63个合理 还是630个合理 还是6300个合理 这是我们在性能测试的场景设计里边 最难的一点 我特意给大家记录下来 多少 虚拟用户数 适合你的 这才是咱们的场景设计的 难点 最难的难点 多少是合适的呢 其实这里边 很多人 都会在这个上面犯很严重的 逻辑性的错误 后边我专门会有一门口来给大家讲 这个点 先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大家不妨呢 现在就去网上找一些相应的一些资料 看看别人是怎么来理解和梳理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们知道这个工具怎么操作了 到底这边并发多少 这跟我们的这个系统的业务要求 关联性很高 所以不可盲目 你随便写一个 那有什么用吗 那能达到测试的目的吗 肯定不行的 还有一个 我这边到底运行多少时间 到底运行多少时间是合理的 我就简单的总结一下 多少时间是合理的 多少虚拟用户数是合理的 多少时间是合理的 这个工具就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了 工具完全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这就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分析讨论 甚至我们呢 需要跟客户 跟我们的整个团队一起来确定 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啊 单纯的执行很简单 但是执行之前的这些数据和分析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性能测试的一个整体的方案的制定 这才是最难的 最难的 这